据韩国媒体NBN News8报道,警方已经掌握了两则关于胜利,分别于2015年在日本与投资者共度圣诞派对,以及2017年在菲律宾生日派对上性招待相关的供词,但胜利方面仍然对性招待相关的嫌疑表示全面否认。 此前负责此案的首尔地方警察厅宣布,已确认胜利的部分犯罪嫌疑属实,胜利性招待案的部分涉案人员在接受调查时承认了确有性招待行为,警方已掌握四五名参与与性招待的嫌疑人口供。